大家早 禮拜六的早上 準備要出去遊玩嗎 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呢 雨的部分都變少了 只有在東北角地區 跟北部海岸線有一些 而在整個中南部來說 都是一個陽光會露臉的天氣 那我們就來看看你出遊去 需要注意的事項了 第一個 先看到這零度出現 你一定會覺得好冷啊 真的好冷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在零度以下 所以你到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晚上這個植物上面 或步道上面會開始結霜囉 在山區活動要特別注意 晚上地面比較濕滑 還有更重要是穿著 要注意到保暖 往海邊走 風浪的部分仍然比較偏大 是在大浪 所以在海邊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的注意 尤其海邊釣魚 像北部的雞釣場 這些地方在岩釣的部分 在海邊的岩石釣魚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 可能會有一些風狗浪的出現 海邊城鎮騎車 也要注意風大 那另外呢 北部的低溫 晚上涼涼的 在十八度的氣溫 這個溫度的感受上來說 在這兩天晚上都是如此 那到了南部地區中午暖 可以到達二十八度 可是日夜溫差明顯 週休的好天氣 只有東部雲多 禮拜一晚上開始到 禮拜二溫度下降明顯 週三 週四 就是達到東北季風的強度 在十四度 或十四度以下 就稱之為冷氣團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華南水系帶在昨天 已經整個逐漸的離開 天氣形態來說 在北部仍然雲多 中南部陽光都露臉 今天的雲層更減少 相對的在東半部地區早晚雲多 西半部地區都是屬於天氣晴朗 接著來看到今晚的地面天氣圖 西伯利亞一個高壓系統 已經逐漸的東移了 冷空氣的強度到明天 風向變東風 溫度開始要上升 那再來的冷空氣呢 就要等到了下週一的晚上的時候 西伯利亞另外一個冷高壓 開始下來 週二冷空氣逐漸進入 溫度開始下降 週三跟週四 是整個中部以北的低溫會在十四甚至接近十三度 到了臺北溫度的側站 到了十三度就稱之為冷氣團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 下禮拜的溫降非常的明顯 好我們來看看今天的溫度了 外島地區的溫度型態來說 在白天算是舒適有點涼 早晚的天氣在馬祖跟金門 是比較偏涼的 雲層發展在馬祖偏多 臺灣本島部分 北部雲多 東半部雲多 尤其東半部早晚有點地形降雨 中南部都是天氣晴 不過日夜溫差都是非常的明顯 小滴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南來北往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是溫差比較偏大 還有一點 海邊的陣風比較偏強 海邊城鎮騎車要注意